本地刚未寻找36年前失踪的15岁少女 艾曼纽埃拉奥兰迪 开发了城中两座日尔曼公主墓地 发现数千个人故 失踪案发生36年来 艾曼纽埃拉的家人收到过许多目击报告 世人对该起失踪案件实作俑者的推测 白转千回 但没有一个推论被证实是可信的 2018年夏天 艾曼纽埃拉的家人收到了匿名人士的线索 其中有一张照片 和一条指示去看看天使所致的地方 这条线索指向了梵蒂冈城内的两座日尔曼公主墓 两座19世纪德国公主坟墓 为了不但没有找到奥兰迪的遗体 就连公主的遗骸都离其消失 梵蒂冈教会官方称 在墓穴的石板岸道下 发现了成百上千根破碎或完整的人骨 这上千根人骨可能是来自数十人 目前并不知道鉴定结果会何时公布 据ABC报道 近日奥兰迪一家穿着统一的T恤和标语 站在梵蒂冈城门前 呼吁梵蒂冈能尽快破解 艾曼纽埃拉失踪的谜团